哈囉大家好 我是健身 那今天這影片來跟各位稍微透露一下 之後會新增的12本會出現的東西 那礙於很多原因呢 這影片只能稍微透露一點點而已 十多點的一點點 那你可以看到畫面上這一個大本營 藍色的這一個就是所謂的12級的大本營 那它的配色呢 跟以往的大本營的顏色不同 像以前就黃色啊 然後9本的黑色 10本的白 10本的紅色 11本的白色 那現在12本用了以往完全沒有用過的藍色 非常的酷 那這個大本營呢 跟以前完全不一樣 它SC推出了一個全新的一個模式 就是現在大本營不再像以前一樣 只能被攻打 現在大本營呢 就是12級的才有 它只要被攻擊到 它就會變成另外一種建築 就是它具有武器啦 就是它可以防禦你的大本營 那現在可以看到大本營目前是 一個 跟以前一樣 普通的建築 那當它被攻擊到的時候 就像畫面上這樣子 一個黑胖去打了之後呢 它就會轉為變成防禦的建築 所以這時候你的優先攻擊防禦的部隊 就會轉過去打它 像剛剛黑胖原本在打金庫 打一打就跑去打大本營 那它就會蹦出一個像電球的東西 變成很像電塔啦 然後跑去打你的其他目標 那這個電塔呢 我自己這樣看下來好像是會因為你的 它最多只能打四個 那如果只有一個目標的話 它攻擊速度非常非常的快 而且超級痛 那如果越多目標的話呢 它攻擊速度就是會變慢 那你看我現在下越多胖子 好下到三個 那攻擊速度越來越滿 下到第四個 它原本是大概一秒鐘可以電兩三下 那現在下到四個之後 可能大概一兩秒才會電到一下 不過它的傷害是不變的 只是攻擊速度變慢 然後它在大本營爆掉之後呢 會跟那個炸彈塔一樣 會造成一個 像大炸彈一樣 會造成一個範圍傷害 挺酷的 那我現在用的是一個 八級的黑胖跟一個皮卡 那沒有辦法跟大家講說 它每秒傷害值是多少 因為這個 之後正式上線的時候 官方還會去做調整 那這影片只能跟各位 稍微的透露一下 那這次的更新呢 算是今年最大的一個更新 就像之前十本生十一本 剛開放的時候那樣子 然後或是去年 那葉村剛開放一下 像每一年 SDR們都會有一個新的動作 不過我覺得比較可惜的一點是 他們在更新之前 我記得前幾天 還有索寶石的風波 這個燒到非常非常多的人 應該會有一些退坑潮 因為大家很多寶石會是附的 所以導致說留下來玩家 可能會沒有到很多 不過這個十二本新增出來 確實是會蠻吸引到一些玩家回來的啦 挺酷的 那之後會再陸續分享一些 十二本所新增的東西給各位 大家拭目以待吧 OK 掰掰